大家好 欢迎收督 EJMarkets 我是李婉盈 昨天还记得习大大先在博物亚洲论坛 说到我们国家将会有四大行举措 去准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接着今天轮到哪个呢 今天有好消息 轮到人民银行行长逸刚 进一步宣布多项金融业开放的措施 其中香港朋友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中港互联互通 翼干行长就宣布将由5月1号开始 互港通和深港通的每日额度 就会由130亿人民币 扩大到520亿人民币 港互通每日额度就会105亿 扩大到420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有好消息 所以即使是已经在低位上升了千多点 港股金融再进一步向上 恒生指数不过今日的力度很明显就减弱了 恒指金融一例就高开33点 接着最多升过293 现在曾经轻跌过5点 中期收市仍然再升168 就是瘦30897升0.6 成价比昨天少了丁那么多 1330亿多 国企指数表现就差一点 因为过去几天来说 上升都以中资股为主 所以国企股今天表现 有些比较信息 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国企指数今日 高开25点之后 曾经升过96 最差的59 收市轻轻升一点不够 收入12324 好 今天整体大市方面 我们看看升跌比例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我们顺步旗下的股票追势工具 叫做EJFQ 中文叫做信号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信息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 其中一个分行叫做大市指标 里面的一个栏目叫做 升跌比例 就会统计了这么多 上市的股份的上升下跌的比例 是多少 今天五成要股份下跌 四成八股份上升 但是拉下一点 看看恒指成分股里面 五成三股份上升 四成七股份下跌 国企指数成分股里面 五成一股份上升 四成九股份下跌 好了 今天整体的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里面 腾讯再升2.4 升或者0.58 反达力度我良言不足 苹果昨日显著上升后 今天再升1.5 港监所今天主角是他 所以升幅亦比较多 不过都是升3.8 升1.46 反而就是如果开放保险业的准入的话 投资者就会觉得 对于一些外资背景 大有熟悉内地的保险公司有利 所以邮邦今天再升3.2 升1.48 建行至三仙 中石又升2号 中国银行跌一仙 公行升3仙 恒生中国ETF升1号 汇孔升5号半 升0.74 好了 今天的主角就放在港监所 没错 今天港监所也有劝商 这间就是摩通 出了最新的报告 中间的10元目标价 300元 投资评级是增持 今天来说 你再扩大一点 互联互通的额度 对于劝商股来说 当然有理 内地劝商股今天都是上升的居多 不过升幅不算太大 最大都是超商政券 反而本地劝商股 升幅就明显好多了 但都是以小小的为主 市负金融今天升20.7% 结好升10.8% 第一上海升8.6% 也是升幅较大的 本地劝商股 一线网人股今天 都是叫做常升居多的 升幅最大的那只 就是中上银行 升幅指2.5% 然后就是到 除了网人股之外 今天不如看看手机股 当信誉跌下去 135年 都跟大家说 这只真的可以考虑 它最新出了3月的出货量 是3月才是真 手机镜头继续录得理想的增幅 3月的手机镜头出货量 有6,069万 按年升5乘1 按月都升1乘1 手机摄像模组有2,400多万 按年升7% 按年跌5% 车载镜头有285万多 按年升111 跟按月升幅都一样 玻璃球面镜有215万多 的出货量 按年升7% 按月升43% 立即就劝商 将它的目标价看得很好 最后那只就是花旗 花旗将它的10月目标价定是195元 高盛提高168 两家券商的投资评级都是买入 不过今天的手机股 经过昨天竞升之后 今天的手机股普遍都是回套 连信誉金都跌了3.4% 仍然录得升幅的 就有比亚迪电子和通达 然后再反而体育用品股 今天表现好理想 因为连到安达体育出了它第一季的销售数据 以安达品牌的零售金额 按年升了两成至两成半 其他品牌更加按年大约升八成至八成半 两家券商看到它 立即调高它的12目标价 大摩将它的12目标价43.6 调高到48.2 汇丰环球研究将它的12目标价43.8 调高到46.8 投资评级是买入的 然后再看安达 安达来说 它今天看容品股做得很好 其中安达竞争升到10.9 然后中国动向升到4.4 特报升到3.7 然后今天陆仍然成反 普遍做得好的就是港口运输股 港口运输股除了是 盛斯货货亦是下跌之外 都是普涨的 其中夜中外运升幅2.7 升幅最大 中远海洋升幅2.3 还有煤炭股 今天录得很好升幅 就是有燕州煤升幅2.2 以及伊坦煤炭升幅2 铁路基建股今天也是普涨 以中铁建的升幅最大 升幅1.1 其余升幅1% 核电股今天普遍也做得好的 以赤东方电器升幅4.4 的升幅最大 接着风电股今天也是上升 有6月出息升幅 有大唐新能源升幅7 接着新天绿色能源升幅6 中国电力清洁能源升幅6.4 内地股市方面 今天也是普涨的 以赤11升到底 上证指数最多升30 收市升17点 收3208升0.56 成交增加2114亿多亿 深圳成份股指数 升42点 升0.4% 最多升91点 深圳铁股创业板指数 继续是私人独潮水 跌过3点 升22点 收市 跌1点 收1834 至少现在暂时看到 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不高 其实市场应该暂时稳定下来 但毕竟 毕竟 由低位弹了1800几点 今天和今天收市比 都弹近1800点 你升了这么多之后 我觉得市场休息一休息 的机会大 现在就刚刚来到近期的长方形走势的一半 我想要稍微整股一下 如果中美贸易战爆发的九分方面 是能够温和的话 应该都是头一头之后 至少都往上试回上次的顶位 3万2 所以 都是说 即使市场掉下来的时候 大家说平常心 总之就是不谋初心 你当初为什么买入股份原因 其实没有变过呢 没有变过的话 这些是短期的市场因素 就不会这么容易被人拼出来的 所以我想休息一会 然后再试回上次的顶位 3万2 好 看看有谁在这里 今天我们开始有YouTube直播 不过可能有些 技术方面我控制得不太好 可能明天才有得更加smooth 好 今天有谁在这里 先看着Facebook留言 所以今天 Hello 有新小朋友 Loha Chow 然后 你叫自己做废句 不可有趣的 有Kathryn Hong 有Karen Yuen 有Coco Yang 有Fong Man 有Peter Lee 有Pekky Cam Hello Hello 有 MHee Han Karen Yuen Dick Lam Kang Lee 还有Ken Wong 好 那Loha Chow 想看8349 我一向对于创业版股份 没有什么 哇 这些股份 问怎么办 我不懂回答你 你3元买得都摆明是 拨它超跌反弹 这个又是我所说 我不是很喜欢在跌下来的时候买 我喜欢在升上去的时候才买 这些股份 好像暂时想站稳 你既然3元买了 你只是拨它反弹而已 那似乎现在 叫做企定 这些纯技术而已 这些 那就等下先 但是 但其实不对路的话 他那3元跌下来的时候 再往下走 你正常这样拨反弹 这些应该走了 但是 我不知道 我自己从而不喜欢坐 不适合我就走 这样 这些 真的没什么意见 不过 看来他现在叫做企班 想向上抽一抽 但是3元个位 暂时来说 都是一个挺大的阻力 你看这个都很多人 这个成家密集区 都挺大的阻力 已经 你回到家乡 我觉得都应该 叫做不错的了 这样 好 接着想看129 当然有帮保险 阿斐据说 129有帮保险当然是好 刚刚抽穿了 这个这么长期的长方形 不过抽穿了之后 看看站不站得先 抽穿了之后 真的看站不站得 找69.5元才算 如果不是很可能 又是在一个长方形 在那里走 不过理论上 应该刚才也说过 现在就是因为 说到这部开放保险市场 应该对这些熟悉内地市场的 外资保险商是有利的 似乎他是有机会 突破这个长方形走势的 如果他站稳的话 有得想的 如果能够站稳 69元楼上 不跌穿的话 有得想的 再看看其他 基本因素 好 你现在有帮保险 我们可以看看 EJFK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 FA Plus 就是看他的基本因素 16分析员的看法 都是买入增持 5个认为持有 1个认为沽出 他们分析员平均目标价 76.06元 还有11.2%的潜在升幅 他现在算不算贵呢 算是合理价格的 所以有帮可能回来的 终于都行完 这个长方形走势 然后还有 看看哪个朋友 有 Karen Yuen 想看看中金 3908 好 中金 3908 先看看 3908 中金 中金公司 然后看看他的RA Plus RA Plus 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图表 看看他现在的相对动力 和相对表现是怎样 以好市好转翻 或者转差区 差点上上领先区 似乎真是 如果未买的朋友 根据RA Plus 计市 就可以随时准备 可能下注 在基本因素方面 看看 Cover分析员 不是太多 5个分析员认为买入增持 4个认为持有 一半半 差不多 他们分析员平均目标价 19.01元 还有9.1%的潜在上升空间 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再看他的 其他的 技术因素 技术分析 哎呀 又是受 他升穿上次 一直都升不穿的 这个18.5元 才算 但是 冲了这么大阵 不算特别贵的 现在 但是他一直受制于 几次都冲不穿这个 18.5元 这个位置 升穿才算 但是 取得这么大阵上来 是不是这么有力呢 我觉得可能 暂时要 休息一下 才有力再上 不过现在 对了 跌下来的股份 我就不喜欢买定来等 买定来等 嗯 真的不是我的风格 好 根据RAPLUS 应该都很差的了 是的 由 转差区走到落后区 不想了 基本因素方面 一个分析员看买入增持 十一个分析员 持有三个认为沽出 距离分析员的 平均目标价 63位12 只有4.6%的潜在上升空间 这些拿来收息的股份 主要看他的股息率区间 现在不算贵 现在股值方面 跌下来的股份 就不想了 我终于买 上去的股份 还有 Fone Man 想问一下 981和6036 981 不如想 一只股份 很多朋友在说 好 这些 哎呀 仍然都是 在横行整固的股份 有几条移动平均线 都在永远 在买的股份 还没买的朋友 都不想了 好久再看 其他的基本因素 981 中心国际 他的 Cupfer的分析权有7个认为买入 增持6个认为持有 16个认为沽出减持 而且距离分析元的目标价 已经凍架了 在股值上 他一点都不吸引 你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 Peter Lee 上去是1211 给亚迪 1211 好似在低位 好似在低位好转回 少少 嗯 是的 你也知道这些 不是我喜欢的风格的股份 那再看其他因素 先 RAplus 就告诉你 都仍然在落后区 所以都是不想 其他的基本因素方面又怎样呢 16号分析元认为买入 或者增持6个认为持有 4个认为沽出 他们分析元平均目标价 73.59 再8.17.1的潜在上升空间 现在一些都不贵 在股值上面 但我略嫌他就是 现在在这 刚刚抽上来 如果继续上就好了 但是跟着有两支音笃出 这些都 似乎说 你知不是一个很吸引的买入位 我会宁愿他的移动平均石 轻轻向上抽一点 才会想 不过 好 接着呢 Pakki Camp 想看一下 制药股开始 这两天都好像有回套 哇 人家跌的时候 他都已经不跌 还在那儿升 真的升了很大阵 回了一点 我觉得完全合理 1530 想问一下1530 想问一下1530 哎 这么有趣的 为什么 哎呀呀 1530 好 三生制药 哎呀 19元买了怎么 多漂亮啊 这只股份 哇 没办法的 你摸顶入 那你在这一个位买得的话 那你就有了个心理准备的啦 他还很好啊 一个这么漂亮的上升轨 叫做回了两天而已 没破坏他的上升幅度啊 不过 他难得 今次抽穿了上次 一直都升不破 第1位18元 升完三天之后回头 似乎有机会落回18元 那如果你真的这么担心的话 但是那时候买得制药股的话 我就不会走短线啦 你的位买得这么高 就肯定是 所以每次朋友问 买不买得的时候 都说 这样充法呢 不要这么心急着 他总有充完一阵 回一回的时候 应该回一回那天才买啦 那你又心急了一点 如果你这么快 已经这么害怕 你走短线啦 那如果他又落回18元左右 那你就算先了 如果你是玩短线的话 嗯 对啦 但其实买得制药股 我就不担心的 但总之就不要那么 连续冲了这么大浸 升上去就真的不是那么理想的 你应该等他 升完一大浸 其实无论怎样漂亮的股份 他总有回一回的时候 你趁那个时候才买入啦 好 那接着呢 就有 Mhi Han 想问1658 1658就是油柱银行 哎呀这些又是 走着的长方形走势 现在似乎有 对啦 又上回 其实一路一路很转紧的啦 他升穿 升穿上次跌下来的那个位 五个四号半才算啦 但其实他真的都一直慢慢慢慢做好的 买些油柱银行 你又不会很高期望的 他一直都是其实 其实是长方形走势4.6 5.3 在玩上落 他升穿上次那个才算啦 现在都是仍然走着这个走势 看看其他的 其他的 基本因素的看法先 1658 油柱银行 看看他的 FA plus 嗯 Cover他的 咦又不错啊 Cover的分析员就认为 有 10个 认为买入 一个认为持有 他们分析员平均目标价 5.95 还有14.2%的潜在上升空间 好 接着呢 就有 中金说了 Dick Lam Hello 你好 Counley 由Sun Little 想问2318 2318我昨天加了住啊 2318平保 昨天都跟大家说 我昨天加了住啊 刚刚小元帝抽穿那一下 还有昨天有机会给你买的啦 他不是一抽抽上来的啊 所以 我昨天就加了住啊 那 现在 今天几好啊 今天再继续上升啊 他怎么都 似乎暂时在危急关头到起来找啊 还有现在 又 可能有朋友就问了 开放保险业对于保险股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他们就全部ready了的了 你想一下国家会不会在自己的企业未站稳的时候 那么快开放给外资呢 我就不觉得了 那所以我觉得 苹果应该暂时叫做 暂时见底站稳 那我觉得他 看好他的 例如他的 新保费增长仍然都是理想啊 还有就是他的金融科技开始进入收成期 这些其实都是不变的 我觉得他暂时站稳了 所以我昨天就加了住了 那再看了分析员的看法 2318 好其他基本因素方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2318 好 他在FAPLUS就看到 25分析员认为买入或者增值 一个人为持有 他们分析员平均目标价 807.02 还有26.7%的潜在上升空间 好 接着呢 是 PZ Hunter问 318 是否回涌 哎呀 我就 我觉得 比较审慎一点 对于318 第一 其实很多分析员的看法 其实分析员的看法 都是觉得 其实300元左右 他都真是顶得挺狠的了 他每次都很难做 其实300元左右 他每次都很难冲穿 那现在叫做是站稳 但是 下一个位置 是叫做好一点的 但是我想290几元 都暂时很尽的了 那你说 都好啊 现在买 如果有机会上290几元 有券商 刚才说的 大摩看回他 就是说 看回 摩根大通 刚才看他的实用目标价是300元 投资评价是增持 他都是看300元而已 但通常那些券商的看法 你自己打个折 就是290元左右 那你现在260几元 买上去看290元 机会不是没有的 但是不要看得这么尽 因为你现在扩大了那个额度 那我又不觉得现在北水很多涌入来 其实每天都没用完的 但是现在阿爺就扩大了额度 就是说 可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 就是说北水 就是另一个侧面的角度看 北水持续流离香港 是一个大石所吹 其实这个我都是没有变过的 我只不过为什么觉得 300元港交所 我会感慎了一点 就觉得那个 内地又搞CDR 我不知道他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所以就感慎了一点 所以港交所我还没加住 但是之前都走剩很少 我都还没加住 然后另外有朋友想问 三九九三 三九九三 洛阳木叶 都是我爱股的 多好啊 我爱股没什么 不过这段时间就 这段时间跌下来之后 及时站稳 至少没有跌出了百天线 好过大仕 已经是跑营大仕了 好大仕 现在都是一个小场 回营走势 及时在五个六号半站稳 如果没有货的话 我又觉得加住又无妨 对呀 你提醒了我 想想加住也好 三九九三 好 接着再看其他的 其他的基本因素 三九九三 好 FAPLUS显示 我解释RAPLUS 他在落后区开始好 向上踢 但是没有货的朋友 可以等等 根据RAPLUS的显示 FAPLUS里面 就有11个分析员 认为买入增持 两个认为持有 他们分析员平均目标价 6.83 还有11.7%的潜在上升空间 他现在的市盈率 就算是 不算便宜 但不算特别贵 五三九三 或者 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过 为什么 他为我的核心持股呢 就是因为 其实木 是一个 他拿着的 是一些 就是做 做 做那些什么 什么 Silicon 是什么 半导体里面 其中一个 必不可小的 成品 的用品 所以如果你 与其来看好 旧手机股 你是看好 半导体 看好 电子产品的 增长的话 它作为一种主要的原材料的话 一定对它来说 一定有利的 我看它就比较长远一点 所以我会是 考虑它跌下来的时候加注 为什么 以前 这段时间没有 这么凶狠跌下来 等等先 昨天抽得这么急 提醒了 如果明天都没什么 可以加多注 我会这样做 好 接着呢 就是 Hello Emac Wong 你仍然 你一向都很忠情 857 857 中石油 又是这些 低位整固的股份 我不是很喜欢买来坐的 它现在横行整固 仍然都是横行整固的格局 如果看完它的其他基本因素方面 可以看看 RA Plus 都告诉你 它现在 RA Plus 说这些 黏得这么密的横行整固状态 虽然在领先区和改善区之间 静待突破 它的基本因素方面 15个分析员认为买入或者增持 8个认为持有 不距离分析员平均目标价6.59 在23%的潜在上升空间 那现在绝对估值不是贵 如果你放长一点的话 如果你信分析员的看法的话 就想得过 但是 我的注码不多 我真的不太多钱 可以在这里放等 它是等你静待突破 好 跟着 还有 Peter Lee 有Amy Leung Amy Leung讲939的建行 其实讲到外人股外人不是很担心的 始终在加息 周期之下 全态息差确闯 对于银行股 是有利 再加上他们的不良贷股 一直在减 但是问题就是 之前冲了这么大阵 现在它这些又是横行代变 走着一个小长方形走势 在7.6 和大概8.6 之间这1元在上落 它摆脱了这个走势 就算了 如果不是暂时来说 都是在这里玩上落 你8元就对这个长方形的中间位 就是要等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其实很多股份都好的 在神浪人股是好的 但是在这里横行整固代变 我真的资金不多 这个又说要放一点在这里等 那个又说要放一点在这里等 真的不是那么多可以等 所以我就喜欢那些 出了那个上升势头小小的那些 我才会下注 好那 我E-MAG-1说用期权操作 那你用股票期权 另当别论 但是这些这样抱着 这些 期权你都可能需要时间值 那你想想要不值得过 好那听到这里 还有Phoebe 及时说回2186 2186 哎呀 先看看 好 绿叶制药 挺好啊 哇这些又是 那些升得那么漂亮的股份 不过那真是取得那么厉害 你看看由6.1 升到上去9.5 哇都没停过那么厉害 那今天难得回一回 你想买就那么快 不会啦 不会啦 我觉得这一阵升得那么快 你给我就怎样都下8元才想的 我觉得它有机会的 就是这一阵取得那么厉害 其实任何硬的股份也好 这样急收完一阵之后 回一回是很合理的 那 是的 我会想 看看8元有没有机会 下回我才想 那如果有货朋友 就继续持续持续 这些升得那么漂亮的股份 你看 哇 那么漂亮 那你就拿着它放纸妖 那放纸妖的principle 我说了很多次 不再多说了 好了 今天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就有3月PPI 和联储局上次的会议记录 好了 今天这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明天早上开市前 饭口要再和大家一起 EJMarkets 拜拜 拜拜